清晨时分 陆军航特部UH-6东A黑鹰直升机 接续起飞 揭开序幕 除了扮演攻击军的黑鹰外 AH-641阿帕契攻击直升机也在一旁待命 执行快速机枪 应援任务 预演模拟 夺回重要目标 地面部队还出现宪兵身穿迷彩服 全副武装 必肩前进 桃园练游场 陆军进入战斗状态 替汉光39号 时兵操演 以前暖身 设置假想敌来诱导三军部队 按照战力保存 整体防空 联合截击 国主防卫的作战进程来实施对抗的演练 24到28号汉光演习 重点操演除了26号 首次逃击反空激将作战 还有27号淡水河 巴黎海滩 台北岗等 反登陆士兵演练 主战场转至北台湾 以俄乌战争做借禁 保卫政经中枢 更显关键 但因应新形态战术战法 近期中国无人机频频越线侵扰 加上一旦海底电缆损坏 造成外离岛 通讯受阻 暂时该如何应对 也将同时一并纳入攻防演练 热乌战争的经验里面 我们学习到很多 部队在平时的时候 将这些所观察到的 我们都把它放在平常的演训的科目 无人机我们都是有纳入的 越南中断等的状况来睡醒的演练 动员民间的资安科技人才来共同参与演练 只是守住防线还不够 中国发动错假讯息 认知作战 目的只为让台湾民心溃散 特定的时间 它的假讯息的流通的模式 有特定的模式 某些特定的演习科目 是为了演练所谓的元首外逃 我们都会做一个收整判断 接手台海最后防线 国军谨慎备战 寸土不让 静新闻谢谢黄鸿宇杨仲强 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